公元1856年的一天 北京紫禁城楚秀公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 小同志出生了 他是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 母平子贵 整日忙于深宫斗争的子气 终于扬眉吐气了 小同志五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咸丰皇帝在承德病死了 同志的亲妈慈禧 联合养女慈安 输出公亲王义兴 一起发动了政变 收拾了顾命发大臣 从此慈禧与慈安两个年轻少妇 夹接一个五岁娃娃的名义 成了清帝国最高同志者 太后只有27岁 正是女人最美丽的时候 年纪轻轻就守了我 他心里的苦只有女人最美丽 好在他还有皇上 与很多母亲一样 慈禧也盼望儿子能有出息 可充满讽刺的是 望子成龙的慈禧 却把儿子培养成了自己的名人 那么慈禧究竟做了什么 只有五更村 那些公公啊就把皇上从被窝里揪了出来 他那么小 我看着都心疼 这皇上一起来就哭着闹 额娘额娘我还没睡够呢 太后啊 看着是真心的 小同志五岁就必须上班打卡了 早上五点钟 他爬上硕大的龙椅 黄连后面是自己的两个妈妈 慈禧和慈安 他对朝堂上滔滔不绝的老头子 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又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 终于下早班了 两个妈回宫睡个挥容觉 而御书房里 老夫子早就等着小同志了 因为早读物又要开始了 其实作为亲妈 慈禧这些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但是他自有道理 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将来又怎么能够统治全天下